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一集再同大家跟進多少少美絲之亂的事件 美絲國際麥亞蜜熱身賽一共有7場 結果只有香港這一場只坐 根據最新消息Tabler的亞洲總裁突然之間改口 就是賽前15分鐘才知道美絲不出場 其實又變成同他在香港記者會上所講的事大有出入 香港記者會上他說自己是比賽最後10分鐘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一齊看看 還有這個美絲事件亦令到有找他做代言的公司股價大跌 還有之前如果大家有印象有記憶的話 其實香港葉劉提議要禁美絲入境 這件事又有沒有下文?我們一齊看看 其實這一個美絲差錯事件除了香港球迷不滿之外 是令到大陸的球迷亦都不滿 然後這一個事件很多外國的媒體亦都有報道 主辦單位最後屈服了 就向球迷退還一半的票價 打算這樣去平息球迷的怒氣 還說自己最終是虧錢虧了1,600,000 這個退款退得這麼快 好多人就覺得奇怪 不過這個退款詳情 3月中之前就會另行通知 而這個Tabler的主席兼行政總裁 接受媒體訪問時亦都有提及到這個事件 他說自己是比賽前15分鐘才發現美絲不會上場 然後亦都提到說整個上半場的時間 他們都努力探索令到美絲能夠出場的方案 他曾經在傳媒記者會上講到 說賽前名單裏面 美絲和蘇華雷斯都是後備來的 所以他一直相信兩個人會上場 但去到半場才在賣物那裏知道 美絲因商缺陣 然後馬上通知政府 所以他最新的講法和記者會有很大的出入 他亦都提到賽前15分鐘才發現 美絲不會在這場友誼賽上出場 而整個上半場的時間 他們又努力探索方案 不斷討論和遊走 而他重新 Tabla和邁亞密的協議 是美絲、蘇華雷斯、布列基斯、佐迪艾巴四個仇星 除了受傷之外 長軍要出場45分鐘 最後美絲和蘇華雷斯未有出場 布斯基斯、佐迪艾巴在下半場中段才登場 其實都變成了踢不足45分鐘 而記者又問他國際馬亞密有沒有違反協議 而Tabla那邊就說 現在評估所有選項 就和所有合作夥伴一起討論可能解決方案 不單包括馬亞密國際 亦都包括所有相關方 包括香港政府和經理人 而他們亦都一直有和馬亞密持續保持溝通 包括班主碧咸 他們始終尋求一個透明和建設性的溝通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由他所講的說話裏面 感覺到充滿維和感 為何我會這樣認為呢 因為很簡單 他15分鐘前 開波前15分鐘 才知道美斯是不能夠下場 而且他合約是寫明的 美斯如果是受傷是不用下場的 即是說他15分鐘前已經知道他受傷 他用什麼理由去不下場 還有 如果他是受和傷不能夠下場的話 你只能夠接受 但為何整個上半場時間 他們都在想辦法想美斯出場 那即是說 很有可能整件事是不關受傷事 因為如果受傷的話 人家是大條道理 不用下場的 你主辦方說什麼都沒有用 因為合約寫明是這樣 美斯按照他在大陸的道歉文 不是道歉文 解釋文 在說自己是復古溝受傷 那如果開賽前跟你說他復古溝受傷 那為什麼你整個上半場還在想辦法要他出場呢 有什麼方案可以令到他出場呢 他出場就是 你叫他出 他就出 他不願意出 你沒辦法的 那即是說 他所講的方案 會不會是跟錢有關呢 是錢給得不到位 所以就不下場 那這個可能性不是沒有的 因為除了錢之外 理論上來說是沒有什麼其他方案的 就算他下場走走滴滴 走走滴滴 走走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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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大概十分鐘左右 或者踢球踢兩夜 都叫下場的 那好明顯 就應該是跟受傷無關 因為如果受傷的話 他在所有的訪問那裏 是可以好大條道理大大聲說 美斯受了好重的傷 不下場 一下場就會整身痛 那基本上也都沒有人會怪你 你完全可以把球 踢去美斯那裏 那裏 但如果按照他這個 這樣說法 是非常之內人沉迷 而其實這個美斯事件 不單止是叫做 影響到不少球迷 令到大家不開心 他在大陸 就幫一間叫極套速遞 去做代言 而這間極套速遞 一開始大跌了26% 去到現在跌少了 就叫做跌了16% 而他之前亦都發生了個事件 有人慕容他的官方帳號 就說自己是力撐美斯支持美斯 他亦都很快出來澄清了 說那個帳號就不是他們 還說要法律追究 而他亦都出了個澄清 就說代言人美斯的言論 就不代表他們公司的立場 其實大陸已經有不少網友 就要求他換走美斯這個代言人 但按照現在這樣看 他的業務不止大陸 他最多就是大陸不用你美斯 國際用回美斯的話 對他來說都有著數 因為美斯在超級碗拍啤酒廣告 都1400萬美金 你極套那份合約頂盡為4000萬人民幣左右 是一個超便的合約來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之前葉劉提出 不要再給美斯來香港要禁他入境 但是來到今日7月16號 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表示 美斯日後必定會被人提起 今次有爭議的香港表演賽 主持問他曾經在社交媒體發帖 就說以後應該不准美斯再來香港 他解釋當時是替球迷不底 好憤怒 就說個帖文真是蝕憤 至於有報道提到國際祝協說不可以禁止球員過來 他認為這個看法在法律上是錯誤 因為法律上只有入境處長才有權決定什麼人可以來 又提到日後美斯可不可以來香港 是看情況而定 當然啦 你不讓他過來的是香港班官不讓他過來 但是人家國際祝協阻不了你 只不過是國際球賽以後不在香港搞 沒有影響的 所以這些言論 你說蝕憤 我們這些一般人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話 說話就要好小心 而葉劉繼續提到 他說這件事肯定是美斯的職業生涯污點 無論有沒有黑手都好 你收人錢不出場 是震動體育界 還說他沒有職業道德 自個事件來到這裏 還有新消息 原來初前15分鐘 就已經知道他不能夠上場 整班球迷在此黏黏的等 對他們來說都幾不公平 難怪得知回水回得這麼快 一回就回一半 原來是這些事爆出來的話 對他都沒有任何好處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 下面留言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